好 刚刚比赛的分数 现在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那么分数呢 其实非常的接近 首先积分第一名的是 让我们恭喜 尼尔森 恭喜 恭喜 你们的两名队员 腾仔 小凯 全部复活成功 后面的分数 有一位积了 六分 有两位并列五分 让我们恭喜 A.C A.C 所以 A.C 你现在可以跟Herry 商量出一个 带定区的复活名额 去吧 去吧 很高兴 就我尊重你的 你的意见 因为他们是你 对你 我真的尊重 我真的尊重你的意见 很难 这个就让你难 如果基于合作的话 就这两个人 我觉得范范能力 会比较大一点 范范 好的 你还可以吗 好 好 那这样 制作你的意见 好 Herry 你和A.C 商量最终的复活的人 是 范范 范范 恭喜范范 好 那么 娜娜 兔子 小五 JC俊 Yuri 现在只能 止步于今天的舞台 谢谢你们来这里 跟队长和兄弟们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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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对很紧张 没有那么紧张 一定要赢或者输 什么的 加油 加油 谢谢 加油 加油 对我们来说 这也只是一个女城而已 而且你想一下 每个舞者也很强 反正 大家也是会被淘汰了 对不对 所以说都会有人离开 这个地方团队的 就是我觉得要习惯这个 就对我们来说 真的没有关系 好 来 同志们 来了 那我们开始了 啊 那么 还来了 哈哈哈 我 了 我 有 那 你 咱 哇 哇 你们真是顽皮 好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战队成立发布会 现在开始 请四位队长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战队组队理念 有GPT 韩功队长 今天呢 我也说两句 茶缸 茶缸的 吹一吹茶 少杯茶 今天呢 做个总结 来讲可留姓名 王晨晨事业 好 好 好 这个就是 说我的战队宣言 虽然我之前我也说过 希望我们各国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理念能融合的更好 好 那在我的战队里呢 我希望大家都是很尊重 很轻松 很去享受 就玩 好 好 接下来 王一博 王指导 我很简单 就是 总结了三句话 就是 交个朋友一起跳舞 留下好的作品 谢谢 谢谢 酷 大家都这么简单 我以为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发布会 我还准备了演讲稿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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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哇 哈哈哈 有点长啊 哈哈 我拎一些 重要的讲吧 现场删减 对 哈哈哈 battle for peace 是这一季街舞的主题 也是我心里觉得非常酷的街舞精神之一 好 哈哈哈 啊 啊 我是在等翻译 哦 好 哈哈 哈哈哈 没到掌声下 我也对在不同文化在街舞中的碰撞跟融合 非常的感兴趣 希望跟大家一起啊 在未来研发出更多街舞的表达形式 跳自由 跳战斗 也跳对世界和文化有意义的作品 特别像公司老板给员工培训的感觉 好 好 结束了 最后一句话 啊 我也希望我们能做更好的舞台 一起加油 哈哈 哈哈 哎呦 大家准备那么多 我也准备了一个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的比较短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新队长 Henry 刘兴华 我希望我的战队是一个乐队 有鼓手 有键盘 有指挥 我会带着我的小提琴 永远为大家伴奏 好 所有的国家舞台 我们可以做一些 艺术 魔术 魔术 在一起 很好的 感谢 谢谢 写得真好 好的 四位队长都已经讲述了 他们的战队理念 现在开始正式组队